呼吸 最近没有做视频 因为家里有点忙 因为我一个礼拜要卖三台车 一台是这个G1C300 然后是雷克萨斯LS400 第二台就是这个本田雅阁 98年的本田雅阁 其实这台G17300我之前有做影片讲过 没有看过的话我把这个链接贴在这里 那么这台98年雅阁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车还行吧 当年买来只是过度用一下 2000加币买的 那开起来的感觉呢就是老本田 发动机很不错 因为本田的VTEC技术一直都很好 但是那个变速箱是四速变速箱 所以开起来是很顿挫感很重了 不是很舒服的 那今天还是重点来讲讲这台 98年的雷克萨斯LS400V8 4.0自然吸气 那这台车呢大概是我7年前用6000刀买的 我当时刚买这台车买完之后 还花了大概2000多到3000多刀去维护保养它 就是说把一些旧的橡胶垫啊轮胎啊什么换掉之后 所以说7788这台车上面花了大概9000刀 要知道这台车在1998年深圳啊 要卖100万人民币啊 我当时工作的公司老板啊 一个60多岁老头 他就看到我这样车就很感慨 那老板就告诉我他当年年轻时候的梦想呢 就是说有钱了就买一台这个LS400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现在有钱了 买的是台 怕拉没了 好吧可能男人就是这样子的 有钱了之后 年轻的时候讲过的什么鬼话都不太记得了 那再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这台车吧 全车啊都是这种真皮的座椅 现在这台车已经25年了哈 他的皮还是保养的非常的好 没有什么太多磨损的痕迹 然后呢 这里应该也是石木的试板 就包括这个挡霸头的包皮也是非常舒服的 让人爱不释手 而且挂挡挂起来啊 非常的丝滑 而且就包括这个小东西 他展现出来也是满满的高级感 你看我按回去 他打开的时候 他是要慢慢的一点打开 有点阻尼的啊 他不是说突然给你弹开 他就慢慢的 然后最后还会有个减速的动作 看到没有啊 比如说这个杯架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要把杯架拿出来 这一按 哎 你看这个杯架出来了 然后下面的盖子才会打开 我再看一遍 这种感觉就很棒了 然后扶手箱里面 也是啊 有种绒布包着的 有点可爱 而且你能摸到的每一块地方 都是有包了皮的 25年了 现在还保存的非常的好 看不出来有岁月的痕迹 包括这个CD机 他当年的很多汽车啊 他们CD机都就放在后备箱里面 很少坐到前面 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车的特点之一 那然后呢 我们再去后座看一看吧 这辆车虽然说开起来很舒服 但是呢 它的定位就是让我们从后面进入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排 这个椅子不用说哈 光看就知道 非常的舒服 我擦 哇 这后排无敌了 我们来看这个皮哈 这个皮的支撑性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它又不会让你感觉过硬 它就像练过瑜伽的稍紧实 但是又有弹性 而且这个皮摸起来啊 就三个字来形容 哇 绿绿 如果要把这辆车比做一个日本老师的话 腾朴会 永远的腾朴会 在98年的时候就已经用上了仙气大灯了 别的车呢 都是黄色的弱弱的灯光 但这辆车呢 一打开就是超亮的白色灯 非常的霸气 这个发动机呢 可以提供290匹的马力 百公里加速是6秒钟 你从120踩到150 那种油刃有余感 那种充沛的动力感 那种让你深不可测 你不知道它的到底极限在哪里的这种感觉 让你加速加起来 非常的有自信 非常的从容 可能这就是大老板要的这种心态吧 那么很可惜 这辆车现在是没有油也没有电 我开不出去给大家试一下 哎 算了 就让这种感受留在自己的回忆里面吧 OK 那这三辆车卖了之后 我会换什么车呢 没错 就是我们的特斯拉Model Y 那到时候呢 我就可以好好地来感受一下 25年前的V8 4.0自然吸气 跟现在最新的纯电车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现在收车小哥过来 看能不能把这辆车发动起来 1UZ-FE 非常经典的传奇发动机 V8 一把就着 我问了一下收车的老板 他说这辆车的引擎可能还会被拆下来 卖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说V8自然吸气的灵魂 还会保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说这辆车的引擎可能还会被拆下来 我说这辆车的引擎可能还会被拆下来 但是我说这辆车的引擎可能还会被拆下来 我说这辆车的引擎可能还会被拆下来 我说这辆车的引擎可能还会被拆下来